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时间明天上任满100天 是的 那过去三个多月他不按牌里出牌的一些举止 令全球震惊也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 而这位掌控全球最强军力的领导人 也难逃被人恶搞一番的命运 菊姑金发加上独特首饰 乍看之下还以为美国总统也加入了搞笑的行列 这其实是模仿特朗普大赛 由洛杉矶的一个喜剧俱乐部主办 十名参赛者各出其招把全场观众斗得哄堂大笑 最终脱颖而出的是来自拉斯维加斯的迪多梅尼哥 模仿特朗普已有十年 他有很多的就是感情 至于那些受特朗普政策所迫害 笑不出来的美国市民则另有去处 纽约市的这家酒吧就专为他们而开 让他们借酒发泄对特朗普的不满 业者表示特朗普当选促使他决定站出来 酒吧的所有盈利将捐给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各个组织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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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